今天分享一个用料和做法都特别简单的三角烧饼 咸香喧软层次多 干香型的 很耐吃的一个小烧饼 500克面粉加入5克酵母 10克白糖 促进发酵 320克左右的温水和面 先搅成面絮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两勺面粉加上一勺这个调配好的胶盐粉 用热油炸一下更香 面团不用醒发 直接擀成长黄形大片 均匀的抹上调配好的油酥 家里做的量少 从窄的一头卷起来 层次更多 切分成12个等份的剂子 几口瘦一下 向中间按压 边缘又虎口收紧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取第一个剂子擀成圆饼 对折两次 就是一个三角形 放上一点芝麻 熟了更香 擀成自己想要的厚度 烙熟以后大概是现在的两倍大 擀好的饼松弛10到15分钟 平底锅提前预热 最先做好行的先下锅烙 一面上色 翻捞另一面 烙到两面金黄熟透 出锅 我是鹰子 每天为您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喜欢的关注我